這是同學問的問題 第一個的話我是先把底下這個說明先刪掉 那我先把那個效果先DEMO給各位看 游標放在...不過最好 因為會刪掉 刪掉之後他就沒辦法CtrlZ 因為VBA他不像一般CtrlZ可以復原 他不可逆的 就是你CtrlZ他回不來 這個是VBA的一個算缺點嗎 其實也算是吧 不過你該知道一下 練習VBA的時候記得要備份 不然他回不去 OK所以特別注意 要不然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CtrlZ按住也可以啦 然後呢 這樣的話就有兩個 反正這個練習波可以把它刪掉就好了 那我做出來給各位看類似像這樣子 Delete掉 有沒有看到 不過我後來做的效果這個也可以啦 只要是這個幾個儲存格 其中一個被刪掉的話 那他整列刪掉 那程式呢 只有 三行而已 一個 邏輯判斷 再加上內力刪掉 什麼意思呢 如果這裡面是空的 反正哪一個是空的 只要是這個範圍裡面 其中有一個被Delete掉 那他就把整列刪掉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邏輯吧 OK 那怎麼寫 很簡單 三行 一 一樣先找到什麼 找到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這個VBA的物件 二的話呢 一樣在 Change 打這三行就可以了 OK 那這三行怎麼寫 其實真的 不困難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判斷什麼呢 If 先判斷什麼呢 如果那個儲存格 裡面是 Target 因為你 Delete掉的話 他會用什麼來告訴你 用Target告訴你 如果那個Target裡面的資料 那個資料值是空的話 那我們就把 他所在的那個位置的列 整列刪掉 這個是邏輯敘述 應該懂了邏輯 所以 要怎麼判斷資料是不是空的 特別需要VBA裡面 有一個函數叫做點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打個VBA點 他會把所有VBA的函數 幫你列出來 其中有一個函數叫做 意思 什麼呢 空的 有沒有 Is empty OK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按櫃子 裡面就變成空了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來判斷 Is Empty 前面這個VBA打不打都沒關係 VBA點 意思是說 VBA這個大的函式庫 裡面的所有函式庫 函式都幫你列出來 那你打的話就是你不用去背 函數 那如果不打沒關係 因為Is empty也很好打 應該背得起來 那有時候我也敢的背 反正就打個VBA點就好了 OK 然後呢 你就選他 什麼東西是Empty呢 就是Target 裡面的值 點Value OK 點Value是Target的值 點Value是裡面的值 如果是空的話呢 Then EndIf 然後打個EndIf 那反正習慣了 Event先打一個頭 一個位 那這邊一定要End 那這個中間的話呢 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反正打來打去就這樣啦 頂多是有那個 連擊跟交集嘛 前面講過了 還有呢就是 一重 兩重 兩重就多一個Ls 多重就是Else Else 這個都講過啦 所以如果你忘記的話 請你看第三 第三週的課程 邏輯函數部分 OK都是這些啦 反正變來變去 只是換裝不換藥 都差不多的東西 那如果是 空的話 做什麼 把那一列刪掉 什麼把那一列刪掉 前面有講過嘛 刪掉列的話 會需要叫出一個 物件叫什麼 Rose物件 還記得吧 Rose刮圖 後面加的是哪一列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列 欸 哪一列呢 資料會存在哪裡 一樣是存在Target 所以呢 Target Rose物件 點什麼呢 點Rose 意思就是說 透過Target 它裡面會存好幾個啦 比如Axs就是它的那個位置 Value就是它裡面的資料 Rose的話就是它哪一列 Column是它哪一欄 這個Target則是 你Delete掉那一個位置 的儲存格 OK 所以呢 如果是它的 Rose OK 刮鬍 就是它 Delete掉同樣一列 點什麼呢 Delete 好 程式打完了 OK就這樣而已喔 續一下 大家可以看懂嗎 程式真的只有三行 並不複雜 所以這個剛好也是之前 同學一直說 他自己好像很 想法 還蠻好的 不過他是進階 進階課的同學啦 他已經學了一段時間 他說他想要寫一個 進銷程系統 那進銷程系統呢 常常不是需要什麼 刪到某一些資料 自動刪了 你不要讓使用者還要再 還要再做一個刪除 那他常常是 很直覺的 又不要放哪個位置 Delete掉 有沒有 就直接刪了 他就問我說 老師這怎麼寫啊 他一直在寫出來 你想想看 我常常回答同學的問題是 不會馬上丟答案 會先丟個質疑 你可以先用Target裡面 先試試看 不然他還是試試翻面之後 還是寫不出來 好了 你現在已經想了 但是又寫不出來 那我乾脆再告訴你答案好了 所以我上課就順便補充一下 他就說 是不是這是你要的效果 是 那我就再跟他敘述一下 其實寫出來呢 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 有沒有 就這幾個地方 OK 應該記得起來吧 這個真的不是用背的 而且寫這個程式 也真的不是 怎樣 就是 去 參考什麼 因為 主要我是會去Try什麼 Try這個 Target點下去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物件 其實這個Target跟Range是 類似的東西 只是一個是引述 那一個是物件 這個引述物件裡面 所有的屬性跟方法都一樣 所以呢 大概有時間 你可以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裡面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如果你都熟悉 都大概run過一遍 你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物件 它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有的 其實就是什麼 綠色的就是方法 一隻手拿的東西就是屬性 反正你要知道物件 物件最重要的兩個成員 就是屬性 跟方法 那所謂的屬性 其實指的是什麼 裡面儲存的一些 包含它一些狀態 還有一些資料 像那個什麼呢 剛剛什麼 Target點Value Value的話呢 就是裡面 這個物件裡面 所儲存的 它的值 儲存格裡面放什麼資料 OK 那如果說像什麼 Target點Row的話 也是它是哪一列 點Colon也是它哪一列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去做其他的動作 比如說你要選取這個物件的話 就點Slate 前面有用過Slate 那就是選取 OK 那一個是屬性 一個是方法 方法有點 屬性有點像名詞啦 儲存什麼資料 儲存 算是一個資料 然後方法是做什麼事情 OK 那物件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 就包含這兩個而已 那無論現在是寫VBA 或者你寫 用其他語言 像你用Java 你用Python 其實很多概念是相通的 只是寫法 與法不一樣 不太一樣 改一下而已啦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把它復原一下 應該這個牆 試一下 就是 這三行 OK 先換給各位一下 如何 再補充一下 如何就是當你Delice 某一個儲存格 自動刪掉它哪 在它所在的位置的那一列 你又不是說 你又不是說 那些財政 就應該說 你又不是說 有一個財政 是 有一個財政 你又不是說 你又不是說 這樣 有一個財政 你又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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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